和老婆没了感情爱上别的女人怎么办 这是我的粉丝刘先生的留言 他说我今年56岁了 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 大概在四年前认识了一个女子 28岁 李毅有17岁男孩 很漂亮很优雅的那种 这女子属于三观很正的那种 也是这个吸引了我 当时我和老婆三天两头落离婚 心里很烦 这样一来二去就和这个女子好上了 但是她是奔着结婚和我好的 我也以为啊 我和老婆没有感情 就这样在一起了 后来我老婆知道了 就闹了很久 最后她大肚的说放开我 我以为自己就这样可以和女孩好了 可老婆一直不愿意离婚 怎么办 我先说一下吧 你要是真的想离婚的话 怎么都能离得了 这个世界没有离不了的婚 你老婆不愿意离婚 有可能呢 我觉得原因就是想惩罚你 就像你说的 她对你没有感情 就想惩罚你 那有可能 她其实对你还有感情 她没有死心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是她还想继续用你 毕竟年龄大了嘛 就需要有一个人 或者有一个人陪伴 但不管她要不要和你离婚 关键是你想明白 你想要什么了吗 一个你所谓的 三观很正的女子 跟一个出轨的男人好了 她作为一个第三者 出现在别人的家庭当中 这是否还算三观正 一个你所谓的28岁的离婚女人 想跟一个56岁的已婚男人结婚 两人年龄相差24岁 她图你什么 她这么优雅漂亮 这个女人对吧 身边难道就没有条件 合适了单身男人 或者年轻一点的 单身男人选择 所以你俩到底是爱 还是各怀鬼胎 我相信你们自己更清楚一些 那回到现实情况 你老婆不愿意离 可你想离 真想离婚办法多的是 你根本不需要来问我 所以我想你其实 并不是想问我 老婆不离婚怎么办 而是想问我 那个女人真的爱我吗 你说对吗